這是在等級裡面 他分別放在不同的地方 但是最後當然就是也是查出來 把這個查出來 把這個查出來 放到前面去 所以這邊的話最簡單的 比較簡單的做法就怎麼樣 就是第一個 你剛剛可以分階段做 或者是你一次做完也可以 這邊的話插入 一樣假設我先查一個 VLUCA因素裡面 然後我查的那個LUCAV是他 然後Table Array的話 一樣按F3 F3裡面 他這邊有一個烤雞跟烤瓶 那我印象中 不是這個 你可以看這邊有 那應該是烤 烤雞烤瓶 他這個 烤雞才對 烤雞是加以丙丁 這邊回來 然後比一下 查一定是查第2 然後0 OK然後會查85 不過只有一個成績 如果說將來要 把它做平均的話 你先按一個確定 在 這個地方先把它剪下來好了 因為我第2次 插入函數 用那個Average 那這邊的話呢 我在這邊 全部裡面就找到Average 平均的話是 然後把這個 Average 取這個函數 那你會發現 他其實可以第1個第2個第3個 那所以我可以怎麼樣呢 把 剛剛的第1個 剛剛的 減下來公式 公式 負貼上來 有沒有一個 就85 那第2個怎麼做 貼上來 其實就改哪裡呢 改這邊有沒有 改成這個 改這個 有沒有 就是改成G3就好了 改成G3 有沒有 85就查到 再來第3個 不過這第3個比較麻煩一點點 這個要改 之外 還要把什麼 烤 烤 7 烤7 感覺它是那個 OK 烤 改成烤平 那字不要打錯就OK 有沒有 如果你 打完之後 這邊應該會跳出成績來 那也就是把這3個做平均 Average 一個兩個三個 所以一般做法是 你要一次做到位 其實很困難 當然你可以分 兩階段做 OK 它能夠功力夠的 不過即使 即便功力夠的 我覺得我也還是習慣 兩階段做 因為這東西其實比較複雜一些 你確定 好 就完成了 底下的話 當然點兩下 那比試成績的話 就是由 這邊 這兩個 那它是3 所以 等於什麼 等於直接用公式來做 等於 這個成績 乘上30% 就0.3 加上 這個成績 乘上 70% 0 就是乘上0.7 打勾 OK 這兩個 合計的話 它佔60 它佔40 所以等於什麼 等於 這個成績 乘上0.6 加上 這個成績 乘上 0.4 OK打勾 那 最後 這個 這個題目練習 最後它希望取得 真正的小數點的 第1位的話 記得你可以在外面包一個 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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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真的把那個 資料給 取到小數點的第1位 OK 這好像前面有講過 數學函數 裡面有特別 有稍微提一下 好 那名次的話 當然這個地方做完之後 因為我這個後面 如果要複製公式過去的話 你可以把這邊按 Shift鍵 然後呢 再回到什麼 回到前面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是點這邊一下 再點裡面 打勾 他意思就是說 我把公式 再把它 怎麼樣 把它複製過去 這幾個都會有 所以這邊的話 打勾 有不要放在這邊 打勾 這邊 打勾 那名次的話 恐怕最後才能做 因為 名次是要根據最後合計 最後做完取消一下 再把它 點兩下 自己就把它全部做完 再做一個名次 就OK了 那當然 如果 可以的話 有時間同學可以再試試看 最後當然如果說 我希望 這邊 產生一個按鈕 然後這個按鈕的話 就按下去 但第一階段 一個工作表 按下去全部自動完成 跟剛剛方法差不多 另外可能一個清除 另外一個清除 然後 跨工作表其實也可以 不過跨工作表會需要用到一個物件名稱 叫SHITS SHITS第1個第2個第3個第4個 它會自動全部完成 這個可能 在 這可能就是跨階段 所以你們第1階段可以先做了 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這一個範例題 主要是讓各位複習一下 V-look函數 主要原因是 V-look函數的 用到的機會 其實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所以 如果以後 你們有需要去查資料 這個資料可能不是在 同一個工作表 而是跨工作表 我建議是第1名稱之后按F3 OK 這個部分的話請各位試試看 那最後做完的話 每一個 裡面就會自動幫你把那個 結果給做出來 最後那個向下填滿的話 因為跨工作表 好 所以其他的話在 自己在一個個別個別的去 去拉這個 好 那請各位就是再把它改寫一下 改寫成什麼 就是類似像這樣一個清除 一個人事考評 最好是按下去 自動幫我把這些公式 通通放進來 對不對 那當然前提你要先做一次 反正在怎麼樣 自動化之前 還是你要先演練過一遍 然後再把它的規則先記下來 它的流程 反正那流程就123456 你可以把它記下來 然後就把那個 動作做放到裡面去就可以 那當然重複的事情 就會蠻依賴那個回圈的 所以其實為什麼會用回圈 其實這個回圈主要意思就是說 你要叫 Israel幫你自動去一直做什麼 一直做什麼事 只知道哪一個狀 哪一個 比如說哪一列到哪一列 反正就是要重複做 或者哪一欄到哪一欄 就是 或者哪一個工作表到哪一個工作表 有沒有底下不是有 不過我們現在還沒有 講到工作表 因為我怕 再講下去 其實會越來越難 其實除了工作表之外 還有工作簿 工作簿就Israel 因為你Israel檔案 一定將來會越來越多 如果說你的檔案 是幾十個上百個上千個 其實很多人每天要處理 因為現在大數據 說真的 一下子處理下來的東西 都一大堆 最重要是你要在短時間裡面 把這些大數據消化 之後 得到一個結果 其實那個結果是我們要的 然後你要做成報表 可能列印出去 或者可能做成PowerPoint 反正最重要是那個結果 可是問題是你要怎麼短時間可以馬上看到那個 最好是按下一個按鍵 自動就幫你做完了 那感覺會是非常的好 因為其實有很多商機都這樣來的 而且我發現現在電商 很多現在行銷很厲害 你打開網頁 奇怪 我曾經我想買的東西 它都會出現在旁邊 有點怪怪的 好像一直 我好像不想買 我都會變成說 好像 這特價了耶 然後又想要忍一下 最後好像就 莫名其妙 東西就 收到了耶 這就會是一筆帳單的 所以 現在 它怎麼辦到的 其實現在就是這樣 利用大數據 它其實 不過它也是追蹤你的使用習慣 所以很多時候說 免費怎麼賺錢 其實它就是利用免費 其實 最重要不是 它其實產生的價值就是 像Facebook也是一樣 它就是默默的 在記錄你這個人 的任何習慣 投其所好 對不對 所以其實 沒有做不到的 這個其實是很有趣的現象 OK 好 比如說你喜歡一個人 比如說你喜歡一個人 你要接近他 怎麼辦 你要先了解他 到底喜歡什麼 比如說你送他這個東西 如果他不喜歡 即便再貴重 那他也是不喜歡 比如說他可能 明明就不喜歡 名牌包包 那你送他名牌包包幹嘛 對不對 就像你送我名牌包包 我其實很麻煩 就 不會啦 我可能會把網牌賣 開玩笑 OK 那當然就是說 你要去了解 這些訊息 就像 任何東西都有銷售數字 其實就像我剛剛跟我講那個 YouTube上面也會有分析數據 隨時我都可以查看 各位的學習狀況 所以為什麼我把它放YouTube上 我也可以觀察一下 大家的 有沒有很認真在學習 另外在雲端上 其實你們有沒有點擊 我也都知道 誰點 但我不知道說誰點擊 如果將來有一個 設一個追蹤器 我也可以知道說 某一個同學 到底 點擊次數高不高 但你說 看得越多 一定越用功 越有成就 也不見得 但是至少你認真 你的態度 態度就對了 OK 即便說你可能學得比較慢 像龜兔賽跑一樣 但是始終你還是會 因為為什麼因為持續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 如果我今天希望 按個按鈕 他就自動幫我把它放進去 我們來看一下 按下去 全部做完了 有沒有 有個清楚 全部清楚了 這樣的話感覺還蠻好的 其實你只要做一次 接下來的什麼事情呢 通通都按下去就好了 然後你後面還可以再接什麼 因為還可以再接其他的啦 我們現在只有針對一個工作表 你甚至可以很多工作表 還有很多工作部 全部通通完成了 多快樂 多快樂 所以為什麼我很喜歡寫程式的原因就在這裡 那種感覺 而且如果你每天都做一樣的事情的話 按下去 按下去 全部都自動化 尤其是大 像以前要管理一大堆的電腦 不可能說每一台 每一台去setting吧 我最好是有一個功能 按下去 全部每一台 我要怎麼設定 馬上全部都要幫你setting好了 我的感覺 不然你慢慢慢慢慢慢 每天都弄你會覺得 非常的繁雜 就一個清楚 OK 好 那程式怎麼寫 其實很簡單嘛 最基本的 有沒有 For I 等於多少 第三 到 最下面一列 這應該會寫吧 前面都有 第二個的話就是在 這個B欄 D欄 E欄 我們要的 這幾欄對不對 然後呢給它什麼Sales I 逗點 B欄 的這個儲存格 要輸出剛剛的公式 所以你做完一遍你把那個公式複製起來 貼到後面去 然後公式裡面呢有一個列 你要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 用I來代替 做完了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程式沒幾行 我們來看一下程式怎麼寫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已經預先寫好了 我分兩階段 第一個是人事考評 E 這個是做什麼呢 就是先把這個 for I 等於3到 Ranch 應該這個看得懂啦 最下面一列 那這個好處就是說 以後我不管哪個工作表 反正呢 每個工作表 最下面一列我不知道 不過沒關係 透過它就可以知道 最下面那一列到哪裡了 然後呢 把 B D E 就是剛剛的那幾個 通通都做成什麼 做成我要的這些 擺在迴圈裡面 然後再把公式貼到什麼 雙引號裡面 這個應該一樣啦 那再來改什麼 改這個 就是3 那改完之後就這樣子 改這個東西 跟剛剛一模一樣 雙引號雙引號 endend 然後這邊加一個i 對不對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就完成了 其實我也沒改什麼啦 就這樣而已啊 有沒有 OK 然後呢再來就是清除 清除的話就是把 上面這個 再複製貼過來 貼到底下做什麼 就是改個清除 然後 後面的公式 全部 都把它清空 它就清除了 OK 不就這樣而已嗎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我把它按下去 自動就完成了 OK 然後再把它 清除 OK 就這樣子 那當然如果你要跨工作 表的話 變成說 你要跟 告訴他說 哪一個sheets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變成說你這個回圈外面 還要再包一個 就是 哪一個 工作表的回圈 那你把它包在外面 它就自動全部 每個每個都幫你做完了 不過這個可能有點難度啦 我想你們先 試著把這個部分 先做完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可以嗎 帥氣 擁juk P é